广州洋运会开幕式揭开的第一个悬念就是开幕式到底会呈现怎样的效果 由于开幕式的场地位于珠江上的海星沙岛 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 现在的海星沙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从远处看去 整个海星沙岛由于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处立在珠江江面 而走进场馆 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群众演员正在进行紧张排练 据开幕式庆典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演员从9月20号起就集体在岛上开始进行彩排 部分重点节目甚至从8月底开始就已经进驻岛上演练了 而在海星沙场馆的不远处 我们也发现了押运会的形象大使 阔阔真公主号 这艘船去年已经走访了亚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 年下它正安静地停靠在海星沙岛的岸边 两个开幕式表演里面的技术难度很大很高 甚至有一些表演段落的表演技术难度 应该说是超过了奥运会的这样的难度